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央电视台 中央电视台观众朋友们 下午好 现在我们是通过国际冲新卫星在日本东京的戴戴木第一体育馆向大家现场直播 第七点世界杯女子排球赛A组中国队同日本队交锋的情况 比赛刚刚开始 日本队是由二三手一号中西天之子发球先得了一分 由于比赛刚开始 这个看来中国队还没有完全进入状态 快球掩护 在四号位拉开的进攻是由二号李燕一个直线 又多回发球权 今天比赛开始 双方出场的都是主力阵容 中国队两名主攻手是现在发球的二号李燕和十一号孙悦 两名副攻手是五号吴永梅和队长一号奈亚文 二传手是七号何琪 金二传是十号王此林 日本内二传手是中西天之子 上场队当中还有山内美嘉 三号 九号 左博美香 十号 多智剑马子 十五号 大林肃子和十六号 吉原之子 现在比分是一比零 日本队领先一分 王子林一个勾飘 破坏对方的一团 现在中国队调整 这球没有机会 金马球推个网 日本队有九号 左博美香的四号一强攻 好球 中国队主攻手11号孙悦的单人篮网成功了 这样中国队这局比赛得了第一分 是孙悦的篮网得分 比赛开始双方就打成了一平 现在中国队是拼发球 拼得不错 票船 四号位 好球 是由赖亚文的背后的快球掩护 由11号孙悦在四号位强攻得手 现在比分是二比一 王子林的这个勾飘 发得不错 日本队配合上出现失货 所以往大林鼠子想吊球 出界 这样比赛一开始 中国队 除了第一分呢 是由于 金马球失误 那么现在又得一分 日本队利用三号位的快 快攻得手 夺回发球权 我们向大家做了介绍在 有过四次交锋 在这四次交锋当中 中国女子 篮球队都获得了胜利 现在中国队由一号 队长赖亚文发球 踏到后去 大林肃子攻球这个点比较高 大林肃子是左手 这是日本队有名的选手 这个点曾经 包括这次是四次参加世界飞 这样在日本所有的男女选手当中 是创下了一个记录 好球 三脚被飞 五号 吴永梅在二号位的进攻打的比较有特点 这是一名年轻的选手 他是来自河北 是八一队的选手 身高1米85 助跑摸高达到3米12 比赛开始看得出来这段双方进攻上都打的比较正常 中国队的教练之一是陈忠和呢 在比赛之前在现场向我们介绍一些情况 而今天呢 中国队在准备会上要求队员呢 就是以发球 拼发球 带篮防 另外注意发挥自己这个进攻上的特长 那么日本队虽然我们和他们 今年有四次交锋都获得了胜利 但是对这支球队呢 他们玩强的作风 良好的这个技术 特别是这个防守方面很有特长 所以中国队的要求队员不能够轻敌 不能够麻痹 另外在进攻上还要发挥自己这个 除了高举高打 还要加上一些快攻 一些战术的组合 所以看来中国队对这场比赛还是非常重视 中国队前排是双快 有5号吴永梅 还是在2号为一个斜线 这球打成了 日本队的主教练小岛教制 在这种世界的大赛当中啊 像中国队除了赖亚文 参加过世界杯的比赛 那么其他大部品牌手都是第一次 所以这些年轻的人在这种大赛的气氛当中 像在领先的情况下 在被动的情况下 在关键球的处理上 对他们都是一个非常好的锻炼机会 2号李燕发球 那么在前排是三点 前后快球演后有大林素子 他很活跃 一会儿在2号位 一会儿在4号位 这是一个直线 这球线路上打得比较丢 在三比以后 双方已经几次交换了发球拳 和其跳盘 任务的2号进攻 中国队这段卡位卡的不错 几次防起了这个对方的重靠 好球 中国队后排注意保护调整 4号位枪攻 结果孙叶这球发力太狠 没有扣过往日本队折分 现在比分是2比3 日本队落后1分 现在发球的是1号赖亚文 这球发的很高 中国队后排保护不错 调整 孙叶扣 结果打手出界 这样随着C叶的重靠成功 中国队以15比12 拿下了极为艰苦的第5局 这样经过两个半小时的绝逐 中国女子排球队是以3比2 减赢日本队 第七届世界杯女子排球赛 A组中国队和日本队比赛的实况 我们就向朋友们转播到这里 结果是3比2中国队获胜 比赛是由孙正平解说的 谢谢各位的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上